今月6日,有數十名城大學生趁著特首梁振英出席城大活動時到場示威,要求他介入貨櫃碼頭公潮 但梁振英未到場,數名正座學生就被校方的保安員強行抬走 城大學生會認為校方剝削學生示威權利,聯同教協和香港人權監察等5個組織,發表聯合聲明 促請校方成立檢討小組獨立調查事件,並為保安粗暴對待學生一事作詳細交代 建成、公正性和獨立性。第三,要求校方承諾日後再處理同類事件 即同類的校園示威事情在適當的程度下才可以採用武力 當然,這個適當的程度一定要合乎我們的法律 他們認為事件嚴重損害學校聲譽,如果校方仍然堅拒公開道歉和作出合理的交代 不排除會追究法律責任。成大回應表示,校長早在本月12日 已經委託5個人成立一個檢討小組,就事件進行全面檢討 包括學術樓啟用典禮活動的籌劃、執行和保安安排 40日內會向校長提交改善建議報告 香港風貧電視記者,邦加林報告